《成为基督徒》 大家好,我是菲利塔依依 今天的故事是《成为基督徒》 《全心节》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经常记着说 若有人在基督徒,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今天的信息是 知道上帝在改变我们的生命 培利和玛丽捉了一只很害怕的木木虫 他们把它放在一个很大的玻璃瓶里 玛丽放了一只树枝,让它可以向上爬 培利和玛丽每天都给予一些新鲜的叶食 有一天,他们见到毛毛虫将自己用油滑的线覆盖 过了一会儿,他整个身体都被包裹着 就挂在树枝上 妈妈告诉他们,毛毛虫在结茄 几天后,培利和玛丽就看到很特别的事情发生 简打开了,有一只很漂亮的蝴蝶出来了 这一只令人毛骨悚然的毛毛虫 经历了几大的改变 今天的圣经故事,我们都会见到一些人的改变 但有些人却是思考不变 肥力深深地吸了一口早上清新的空气 唉,能够活着真是好 能够为上帝工作实在太好了 他望望四周 商人开始在市集的摊位做准备 很快,妇人都会来采购 男女老少路过的时候,肥力都会跟他们打招呼 以微笑来回应他们 现在,城市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大家都很认真地听肥力传说的讯息 他们听了之后就相信,接着就受洗了 他们都曾经见过奉耶稣之名所行的神迹 很多被鬼附的人都成功驱轨了 还有很多身体软弱和残疾人士都得到医治 整个城市都换言一身 大家的心里都充满了希望和喜乐 他们找到活着的意义 肥力抬高头望下 他见到西门正朝着他走过来 西门在这城市住了很久了 西门曾经是走法术的 很多撒玛利亚人都因为他的法术而觉得很惊叹 如果当时撒玛利亚是有电视的话 西门一定是大明星 西门和群众一起听了肥力的正道 他们都见到很多的神迹 他很希望自己能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所以西门受洗了 他们都常留在肥力的身边 他对肥力奉耶稣之名所行的神迹歧视 觉得很不可思议 早前当彼得和约翰从耶路撒冷过来的时候 肥力以一个大大的拥抱去欢迎他们 能够见到主内的弟兄弟太好了 彼得和约翰参与了肥力所做的事工 他们一起祈求圣灵降临到所有新的门徒身上 就好像耶路撒冷的信徒一样 然后彼得和约翰按手在信徒身上 圣灵也就此临架在每个人当中 除了西门 西门以为这是他近来见到的新把气 他亦想这样按手在人身上 他把彼得和约翰召了一边 给他们看看他丰厚的钱包 他小小声说 我可以给你钱 把你的能力分些给我 彼得的面立即变得很红 你和这个事工是没有拦没有脑的 他大声地说 因为在上帝面前你的心是不正的 你应该从罪恶中悔改 向主祷告 这样的话 或者他会原谅你心里的罪恶意念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 西门最后做了些什么 但我们知道的是 西门并没有明白到上帝白白刺下的恩典 他知道上帝是谁 但他并不是真的认识和了解他 这也是为什么他没有得到改变 认识上帝能使人的生命得到改变 下集中 2 3 6